兔子姐姐想要给小动物们送鞋子 好漂亮的鞋子呀 我要送给我的朋友们 兔子姐姐遇到了千足虫 这双鞋子送给你怎么样 谢谢你 但是我不穿鞋子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两百多对脚 穿鞋子对我来说很麻烦 那么多脚 那确实太麻烦了 我还是送给别人吧 兔子姐姐遇到了骆驼 嘿骆驼 这双鞋子送给你吧 谢谢你 但是我不穿鞋子 为什么呢 我的脚掌可以轻松踩在沙漠上 穿鞋子会让我陷在沙子里出不来的 现在沙子里太危险了 我还是送给别人吧 兔子姐姐遇到了啄木鸟 啄木鸟 这双鞋子送给你吧 谢谢你 但是我不穿鞋子 为什么呢 我的爪子能牢牢地抓住树干 穿鞋子会让我滑下来抓不到害虫的 哈 抓不到害虫 这可不好 兔子姐姐没有把鞋子送出去 嘿 这些鞋子还是留着我自己穿吧 嗯 呼 请看下一集 说明 鞋子 搭iki 可是